如果你再尋找一款可以在手机上面剪辑的APP 那我会建议你去使用CupCut 它不仅功能强大而且也是能让你去免费使用的 这期影片是CupCut的剪辑入门教学 会带你一步步了解CupCut里面的基础剪辑操作 让你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 就能够迅速学会用CupCut来剪辑影片 House Grayson 这频道就要泛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线以及网络穿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要对我们频道 如果你是影片剪辑新手 再来准备了一份免费的高校影片剪辑攻略 里面会分享很多使用的技巧 来帮助你提升剪辑效率 那现在我就打开了CupCut了 那这个就是它的初始界面 你可以看到最上面就能够让你去开始创作 然后底下会有一些它的其他的功能 最底下就是草稿 这个是编辑界面 然后在这边还可以选个范本 这边你可以找到一些范本 并且使用它的范本 还有就是素材库 这里面能够储存你在本地的素材库 并且有个个人中心 当你登录之后就可以查看到 使用你个人账户的信息了 那小区开始创作 我回到编辑选项里面 然后点击最上面的开始创作 然后就可以导入我们的素材了 这边我选择一个素材 然后选择新增 这边我就新增了影片的素材了 像我进入到了CupCut里面的剪辑界面里面了 这上面一个区域就是能够让你去预览你的影片的 然后底下这块区域就是你具体的时间轴 你可以在这边进行剪辑 这最底下就是一些工具来你可以选择 那如果说你想调整一下影片的格式的话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边 它默认就是AI Ultra HD 那这个功能是需要升级到Pro才能够使用的 那底下你可以调节一下影片的解析度 它默认是1080p 然后画面速率是30 编码速率是推荐 这些你都是能够根据你影片的情况进行调节的 那如果说你想去调节一下你影片的强宽比例 那在底下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强宽比例的选项 那如果你想去剪成短视频的话 你可以选这个9比16竖屏的格式 那就可以看到呢 现在就切换成了竖屏的强宽比例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基本的解决操作了 去进行影片素材的粗简 就是呢去除掉你素材里面不需要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边一开始的话呢 我是没有看上屏幕的 所以呢我可以挪动这时间轴 在这边呢我就开始看上屏幕了 所以呢想要去去除掉之前那个没有看上屏幕的部分 我可以把我手指移动到最前面都要进去拖拽 就可以看到我就去除掉之前的部分了 那现在呢我就开始说话了 挪在结尾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拖动它去去除掉后面不需要的部分 也是用手指把它拖拽 那后面的部分呢也被去除掉了 大家要注意免费的版本在最后面呢 会有这个黑屏的画面 你可以选择它 然后呢点印删除就没有了 那如果说你想在影片中间的时候 去对它进行删减的话 你可以把时间轴去挪动到这部分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呢 我是看向镜头其他地方的 所以呢这边我要去除掉 那我们点击这个素材 当它有这样展示的时候呢 我可以选这个线性 就可以看到在这边创建一个切割点 然后再挪动这实验者 这个实验点之后呢我就开始说话了 再选择这个素材 再选择线性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中间的部分就切除出来了 我可以选了底下的删除 那刚才那个部分呢就被我删除掉了 你可以使用这两种方式 一种是拖拽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影片的中间 创建线性的切割 去对你影片素材进行促剪 那像我这画面呢 它是属于Aero 就是我影片的主画面 如果说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影片 变得更加好看 通常来说呢 我们会在我们影片的主画面上面 去添加另外一层画面 这个画面呢就叫做Beer 那怎么在CapCap里面去添加Beer呢 你可以选这个重叠选项 在这边呢选择新增重叠 然后选择一个Beer素材 那像你可以看到呢 就添加了一个Beer素材了 那你呢是能够去强按 然后呢拖动它显示的位置了 比如说放到了这个显示点里面 然后你可以点击这个画面 在这边呢你可以拖动它 那如果说想调整一下 这Beer素材它的大小的话 你可以使用这两个手指 然后呢点击它按住 把它变小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再把它两个手指变小 就可以看到 我就能够去轻易的把它挪动位置 并且变换它的大小了 那在底下呢还可以有动画选项 那我是可以给这Beer素材去添加动画的 那有很多带有Pro的标志 就是需要你适应到付费的版本 才能够使用的 那比如说我可以选这个 上右滑动的动画 它是免费版本就可以使用的 你可以看到 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动画了 以下可以在选择上面看到 Beer素材的显示呢 就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说我想去增加文字的话 底下这边呢是会有文字选项的 我可以选这个新增文字 就可以看到会有一个这个输入文字的方块 像是输入文本了 然后在底下呢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字体 它有样式可以选择 比如说可以选这样的样式 以及呢它会有提供文字的特效 比如说这样子的文字特效 还有呢就是文字的动画 比如说镂空打字机这样的动画 当你选择好之后呢 就可以选择打勾了 然后呢可以用手指挪动它 按住右下角这标志 可以调整它大小 挪动到你想要的位置 那就可以看到呢 这边我的文字就出现了 那如果说你想让文字出现在别的地方的话 你可以选择文字这个图层 然后呢按住它 再挪动 挪动到你想要让它出现的位置 那现在呢 这个文字就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了 你也可以呢去新增贴图 这边有个贴图的选项 那这边呢 你就可以找到有很多贴图了 Pro的标志呢还是一样 就是需要你付费才能够使用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贴图 那它就加入到我画面里面了 这上面呢会有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这些有表情的类别 还有呢像是这样子的表情类别 还有箭头类的贴图 其他关于爱心的贴图 这些关于圣诞节的贴图 关于冬天的贴图都是有的 那选择完之后呢 就可以点击这个打勾了 和文字一样呢 你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在右下角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那就可以看到 这个贴图就出现在我画面里面了 那在文字这边呢 还有一个自动字幕的功能 你可以在右上角这边选择语言 这里面呢 除了中文还有其他很多语言 你可以选择 那如果说你想选择范本的话 这边呢很多都是需要你 选到付费版本才能够使用的 刷影字幕 自动亮显 识别填充词 这些都是需要你选到 Pro版本才能够使用的 那因为我是免费的版本 所以呢我只能够使用两次这个功能 可以来看一下 那现在呢就在产生字幕中了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它就帮助我去生成了字幕了 我检查了一下 总体来说呢 它的字幕生成准确度还是很高的 那这边底下呢 你可以编辑字幕 这里面呢 你可以调整每行字幕里面它的信息 也可以呢 调整字幕的样式 比如说可以调整成这样的字幕样式 所以呢 这个产生字幕的功能还是非常好用的 那在CapCap里面呢 你也可以加入特效 你可以选择特效选项 这边你可以选择影片特效 身体特效 或者是照片特效 那这边我选择影片特效来看一下 我们来找到一个免费的版本 比如说这个闪黑 就会看到会有个这样的特效 那这上面呢 还会有很多类别 比如说可以选择一个光项 这边呢 来找到一个免费的版本 比如说这个闪烁 就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效果了 还有一个复古特效 比如说这个黑色噪点 就可以看到像我画面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特效了 另外呢 你可以选择滤镜 滤镜呢 就是能够快速的去改变你画面的整体颜色的 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柏林 就可以看到我整体画面的颜色 就变成这样子的了 然后呢 你可以在底下调整这强度 让它不要这么强一些 那这上面呢 也会有不同类别 比如说你想要去加入风格化的 比如说我选了这个流光金属 那你可以看到会有这样的类别 或者是选择彩虹 你可以看到整体画面呢 就会变得非常不一样了 你呢 是能够根据你影片的类别 去选择不同的滤镜的 那如果说你想加入图片 也是可以的 还是选择重点 这边呢 选择新增重点 这边呢 我就加入一个图片了 跟调整影片一样 我可以用两个手指 调整它大小 然后呢 挪动它的位置 这边呢 也是能给它去增加动画的 比如说给它一个抖动横映的动画 那如果说你想要去调节影片的画面 但是不想要使用它的滤镜功能的话 在这边呢 会有个调整选项 你可以选择调整 这边呢 自动调整 颜色搭配 还有颜色校正 都是Pro版本的 那后面的亮度 对比度 饱和度这些呢 你是能去调节的 比如说呢 我可以手动调节它的亮度 让画面呢 变得更亮一些 然后呢 增加一些对比度 还有呢 调节一下饱和度 后面呢 还有很多 比如说高光 你可以调节一下 阴影呢 也是能去调节的 这样呢 你就可以手动的去控制 每个画面元素的参数了 调整完之后呢 就可以选择打高 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呢 就会有个调整图层了 那如果说你想让整部影片呢 都有这个调节颜色的效果的话 你就需要把它拉长 去拉到整部影片里面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呢 整部影片 都是这个颜色效果了 那如果说你想在影片里面 去添加音乐音效的话 CapCap裡面呢 是会有音乐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你想剪出来的影片 是放到YouTube平台上面的 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 去使用CapCap裡面 自带的音乐的 因为呢 很容易去获得版权的警告 我也更建议大家 去专门使用 无版权可商用的音乐平台 比如说呢 我自己在使用的就是Alist 这个平台上面呢 有接近4万首的 无版权可商用的音乐 只要你订阅了这个平台呢 就能够去无限的使用的 我用了好几年这个平台 从来没有收到过YouTube的版权警告 所以是能够非常放心的使用的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描述链接呢 去注册Alist 还会征收给你额外两个月的使用期 那如果说你从Alist上面去下载音乐 然后导入到手机上面之后呢 你可以选这个新增音效 你可以选这个文件夹的标志 然后呢 点击这个装置 选择呢 从装置中选取你的音乐 那现在呢 我就导入一段音乐了 我可以选中这个音乐的文档 然后呢 选择音量 这边呢 我可以选择调节它的音量 然后选择打钩 这边呢 还有个淡化 这边呢 我就可以控制一下 音乐是能够去淡淡的进入的 然后呢 音乐在结尾的时候呢 就可以淡淡的退出的 这边呢 可以控制它的时间 那在你制作完影片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的导出了 点击右上角导出 像你知道了 如何使用capcat来剪辑影片了 如果想知道 那你就寻找 五版权可商用的影片素材 图片素材 音乐音效 让你影片变得更加好看 你可以看这些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有点帮助 喜欢我们制度影片 点赞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IG 能够有很多的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